我们这个汤种用到的粉跟液体的比例呢是一比一 就是假如你有500克的面粉 那现在呢就是放500克的水晶材料 当然我们这个水晶材料里边添加了有鲜牛奶 鲜牛奶然后加了有黄油 所谓的汤种呢我们要第一步先把我们的液体 也就是水跟牛奶 给它加热到沸腾 然后用100多个沸腾的水去 把我们的面粉给它烫熟不化 那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切块的 鱼牛软化过的黄油 加到面粉里边来 然后加我们用滚汤的开水 把这个面粉给它烫熟糊化 好现在我们的水已经开了 我们用这个滚汤的这个水就把它给烫熟 然后给高速快速搅拌 大概隔半时间一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它呈现中这样一种很很软的这种面团 好这个汤种做好了以后我们因为它是现在呈现一种很粗糙的一种状态 我们在它台面上稍微这样揉一下 揉稍微光滑一点 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容器 或者可以是盆子 也可以是炒鲜盒都可以 然后把它放进去 但是这个时候呢 先往掉密封 因为这个面团非常的热 真的有点烫熟 我们把它盖上一个湿毛巾 盖上一个湿毛巾 让它自然冷却 自然冷却到凉透了以后 我们再去冰箱去冷藏 冷藏一晚上就可以使用了 当中做好了以后 我们就来开始制作我们这个煮面团 煮面团用的材料 这就是高筋面粉鲜酵母 如果大家没有鲜酵母的话 可以换成干酵母 三比一的一个比例 鲜酵母是三 干酵母是一 也就是说假如是三十克的鲜酵母 可以等量换成十克的干酵母 这是我们做好的 提前一天做好的烫装 一定要在冰箱里面冷藏一晚上 白砂糖 盐 黄油 然后因为我们要做四种颜色的面团 所以我们准备了四种色粉 一个是菠菜粉 今天这个菠菜 把它脱水磨干的粉 然后紫薯粉 这个是红薯米粉 这个是碳黑可可粉 所以都是比较鲜然一点的食材 现在我们就开始打面 打面之前我们这个水 大家建议用一盆冰水来防面 因为我们要控制整个面团的温度 不能超过28度 在加水的时候呢 里边可以稍微的留一点点 可以像这样留一点点 最后我来调节整个面团的软硬度 烫中 加进来 酵母 先酵母 我们先酵母可以把它开碎 比较大块的盘堆进来 这样搅拌出来的面团 会更加的酵母 会更加的均匀 好 我们先用你的舒适器的低速档 来把所有的物料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 我们再转成中高速 一般打面团是这样一个流程 先低再高 然后加了黄油之后 再低再高 就是低高低高 大概我们这台机子的方面时间 在12到15分钟左右 我们大概用低速搅拌了 有三分钟左右 现在所有的物料已经充分的很均匀 那现在我要转成中高速 那我的中高速呢 就是我舒适器到大概在四档左右 我们也总共有十个档位 但是工厂会建议 有和面的话不要超过四档 所以四档的话 对我来说就是高速 我们转到四档之后 再搅拌四分钟左右 直到能够拉出 酷母的状态 也就是大概有八分斤的状态 八分斤出现以后 我们再来加黄油跟盐 持续搅拌 OK 我们的高速搅拌 进行了大概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 面团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面筋的状态 大家可以扯一坨 扯一坨面 去完整的把它给扯下来 但是不要去这样揪得很长 这样是出来的筋 是不正确的 我看就是这样揪一坨完整的面 可以扯开一下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面筋的膜 已经非常薄了 已经吹下了 好 我们把这个洞扯破 发现这个洞的边缘 有锯齿状 不够锐利 不够光滑 那这个时候面筋大概就有八分斤的一个状态 八分斤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做甜面团 或者做甜面包 加入黄油的最佳时机 那我们家的黄油呢 一定要通分地软化过 轻轻地一捏 就软掉了这种 这种黄油状态 如果它硬的话呢 加进去 它有可能会脚不化 所以要非常软 这样的 实温软化到 非常软的一个状态 好 现在我们把黄油加进来 盐一起调进来 加到盐 跟黄油之后呢 我们要重新转回低速 让黄油跟我们的面团 充分混合均匀之后 再转高速 去搅拌到完全拓展阶段 用这种非常低速的状态 让黄油跟面团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直到看不到黄油 直到面团 呈现出非常光滑的状态 OK 我们的黄油跟点 加入了以后呢 经过三分钟左右的一个 不同的低速的搅拌 摩擦 现在黄油已经全部融化 并且被面团所吸收掉 那接着我们就要开始 转成中高速 再来一个三分钟左右 OK 那我们的面团 在经过了 又三分钟的高速搅拌之后 再来判断一下 它的状态 揪一口面 揪一口完整的面 揪一口完整的面 然后去看它的 一个面筋状态 这时候面的手感就非常的好 而且需要光滑度 好 去把它的膜给拉出来 然后这个膜拉薄了之后呢 可以清晰的判断你的指纹 并且这个膜上 会有很丰富的小气泡 这下会有很丰富的小气泡 然后把这个膜扯 碰到发现这个锯齿哈 这个洞呢 锯齿 边缘的锯齿 还是有一点点存在 那就是这里 我们要求的最终完全扩展中的 还差那么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 不够锐利 不够光滑 所以我们要再进行 搅拌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 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搅拌一分钟 OK 我们一分钟搅完 现在来最终看看一下 面团的状态 这个时候看一下这个状态 好 这个边缘就会很光滑 就没有那么多的锯齿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的 最终完全扩展阶段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 必须小心打过头的话 这个面团呢 最终会持续 会失去光泽 呈现一种灰暗色 然后去摸的话 都非常的粘手 而且不成形 因为说就是就打过了 这个面团就不能再使用了 我们把打好的面 从面缸里边先取出来 我们这个面团呢 总的重量大概在两公斤左右 反正我们要做四种颜色 所以我要把它 首先 均分一下 四种分 做好的面 我们直接打回到面缸里边来 然后加入我们需要的 各种颜色的果实粉 然后用低醋把它搅匀 好 我们加入粉之后 就都搅拌太久了 因为刚才的面筋 已经呈现出最佳状态了 加了粉之后 我们的低醋搅拌了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现在以后呢 我们在前面上给它 稍微的揉一下 揉之前呢 手上也是抹一点油 好 好 这是黑色 我们先把它给它放一遍 那接着我们能做的另外一种颜色 接着第三种颜色 把头上这样一光滑的面团 也是开始放在烤盘上准备 几十八角 好 还有第四的颜色 现在我们把四个面团都打过来 刚才烤盘之后呢 我们把这四个面团拿去同时发酵 现在我们要先给它稍微的修整一下 让它表面变得光滑一点 那怎么行呢 就是有一种折毛巾的方式 从这个面团的腰部把它掐住 这样折地一下 因为表面就会被拉紧 这边过来 重复个五六四才飞了 好 现在我们的四种颜色的面团就已经全部打完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送入二十八度的发酵 然后进行基础发酵大概四十到五十分钟左右 然后面团会膨胀到两倍大 等下我们拿出来进行分切 还有搓圆 OK这是我们发酵了四十分钟左右的一个完成基础阶段的一个发酵 那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拿出来分切 分切的重量呢是每个面团一百二十克 我们这种打法就是我们是一次出四种颜色的面团 但是我们回归到日常饼店的制作或者日常面包房的制作 就不会这样去做的 我们是单独把我们的色粉跟我们的面粉混合在一起 一个面团一个面团一个面团去打 就出来颜色是那种橙色 然后我们这种打法呢就是我们在面团拿好了以后 再往转架色粉出来出现这种有纹理状的 所以两种颜色两种色法都可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好现在我们开始分切 每个分切的重量呢是一百二十克 可以分成四个半左右 这样的半桶就不要了 如果大家能做差一点的话呢可以分成一百三十五或者一百四就行 那我们按照做一料理出来 每个面团都是一百二十克 对我们商业的给大家讲的话是要考量成本 所以每个都是一百二十克 做完之后呢我们把它给搓圆 拿出来一个面团搓一下 然后把这个面团的尽量 我们下面塞 好现在我们四个绿色的已经完成了 我们把它放成一排 就是四个绿色的 那等下其他这种颜色我们就在拨放过程中可以直接快进 咱们都是分成一百二十克 ok我们的四种颜色的面团经过分析完之后 就变成每一种颜色四个一共十六个 然后每个面团的重量呢是一百二十克 现在我们这个面团要拿去给它叽工起来 或者食温或者发酵浆都可以 给它松弛15到20分钟 ok咱们这个面团经过二十分钟的一个中间松弛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整形了 因为我们面包在进行每一步整形之前都要去松弛一下 让它的筋性消失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面团它会更容易操作更容易整形 好现在我们拿出来一个面团 这个面团是我们剩余的边角料 我们做成了一个四色粉丁的一个面团 那其他都是这种单色的 就是我们的边角料来做成了 好现在我们就把它扣成一个长条形的 不然占一点点的等时间太多了 然后翻过来 折叠一下 折叠一下 它卷起来 然后风口给它卷住 把它捏死 这个完之后呢我们把它给扣开 做成这样一个长条形 就这样形状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烤盘里面 好 就是这样有形状 好再重复一遍 它的开点空气排出来 然后翻面 我们让光滑面在外面 然后出套面包到里面来 然后给它卷起来 很轻松的这样卷起来 卷完之后呢 把这个口给它捏死 捏死完之后把它给搓成一个长条 搓的时候呢 它先从中间 然后两头先变粗了 我们直接把它给擀开之后 两个手开始同时使用 好这就是我们整形当机的 等一下下一步我们就要把它去送进 三十二到三十八度之间的一个发酵温度 然后时间的话大概在五十到六十分钟 然后我们发酵完了之后 再在表面刷蛋液 然后撒上我们的那个做的那个各种颜色的酥力 然后就要去进入工法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发酵完之后的状态 OK OK 现在我们来制作一下我们在做的网络上面撒的那个黄油酥力 那黄油酥力我们同样是对用四种颜色做四种颜色的酥力 它的表成分呢就是黄油低筋面粉糖粉杏仁粉 然后这四种颜色就是用来调色的 其中的杏仁粉如果大家手边没有杏仁粉的话呢 可以换成等量的低粉来代替 这两个可以来代替啊 如果加了杏仁粉的话这个酥力会比较香 如果说你手边暂时没有可以换成等量的低粉 我们可以把它低粉时间混在一起 黄油酥料也是要提前软化啊 我们一次就可以做四种口味 我们先把黄油低粉糖粉还有杏仁粉我们先把它打均匀 打均匀之后呢同样道理是我们跟刚才打面是一样的 把它分成四等分 然后分别加入色粉去调颜色 然后之后呢就把它冷冻 把它冻成颗粒装的 然后在烤之前撒到我们的 然后面包上 先把黄油给它打软 打得顺滑 然后加入糖粉 然后加入低粉和杏仁粉 先搅拌了一分钟 然后这个黄油完全把它打软 滑 这个时候把糖粉可以一次性加入 让糖粉跟黄油中等混合均匀 我们再来转高速打到准滑 我们加了糖粉之后 攪拌了两分钟左右 现在黄油跟糖粉已经完全的粉和均匀 我们加入低粉和杏仁粉 给一次加进来 加了粉之后还是一样可以从低速开始搅起 OK 现在黄油跟粉已经变成了黄油粉 那黄油粉的话可能在你的缸子的底部呢 会有一点搅拌不到 就是说我们拿那个刀 给它这样弯一下 从臂上沾到的黄油 全部给它弯出来 然后我们再搅拌一次 这样就会混合得更均匀 然后现在黄油的面粉都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粗粒 如果大家不想加颜色的话呢 这一步就可以直接拿去冷冻 然后能烤的时候往上一粘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做一点加颜色的话 就可以把它分成还是分成四等分 一共有767克 467克我们大概可以分成180克 然后加了粉之后去重新烤吧 加了色粉 把紫色粉加进来 然后放我们直取了味的粗粒 就做好了 为什么叫粗粒呢 因为它做好之后 它里面会有一小部分的面粉 没有办法跟黄油完全融合在一起 不可能这种刻意状 所以叫粗粒 所以这个环节我们一共做了四种颜色的 粗粒 绿色菠菜的 黑色和黑可可粉 紫色的紫薯 然后这个是红去粉 这个等下我们就拿去灭封器来去冷冻 把它冻到硬房邦的 然后我们用的时候呢 直接把它粘在面包上去烤 出来就会非常的香 OK 再我们来做一下 等一下我们面包里边夹的那个卡士达奶油馅 这个奶油馅呢 我们是全部用牛奶奶油 蛋糖 黄油 甜蛋蛋蛋黄 米粉还有生粉 也就是玉米淀粉来做的 但是这个粗粒会稍微复杂一点 如果大家不想去做这么复杂的馅料 可以直接把淡奶油加糖打发 往里边夹也是一样的 因为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我们这个卡士达馅呢 是在天间里边 尤其是在法式天间里边 最常闹到一种做法以及馅料 好 那我们就开始制作 不过之前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淡奶油 当然有的卡士达馅 做法是它不含淡奶油 是全部用牛奶来做的 那我们为了提高它的奶香味 让它更浓郁 我们往里边加了一点淡奶油 淡奶油和牛奶还有加糖 这三样材料我们先放在一起 小火加热 小火加热 让它把糖完全融化 煮到有七八十度的样子 好 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鸡蛋 就是全蛋 还有蛋黄 然后熊粉 滴粉 黄油最后加 我们把这几个东西 先搅拌成一个非常顺滑的蛋糊 让它没有颗粒就可以了 等下我们用牛奶去冲它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颗粒的颗粒 一边一边往里边加一边搅拌 一边搅拌 牛奶液为什么不能高于八十度 为什么要有微微的焙成 就是八十度以下七十五到八十度之间 因为高过八十度的话呢 你用这种温度去冲蛋液 蛋在高于八十度的时候会凝结 就变成蛋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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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不能高于八十度啊 我们这个蛋液还有各种面糊啊 还有各种牛奶啊 全部混合了就晕了以后 我们重新倒回这个小锅里面 因为它现在它还是液态的 我们要把它煮成酱 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卡丝拉酱 这个过程呢 这个过程呢 要不停地去搅拌 一旦你有疏空或者有遗忘的话 就很容易让这个蛋跟奶 跟锅底粘在一起 就会变成有一股弧味可能 你把铁より放进去 把铁より放进去 把铁员放进去 把铁より放进去 看到没 是不是已经变胡了 这是什么酱铁状 这就是我们叫卡丝达酱 这个是画童心圆 从小画童大 然后再从大跟小 从心圆 把整个的锅底全部要再到 好 ok 这就是我们这个卡丝达酱 等这个酱冷却了以后呢 我们去把它跟打发的奶油 搬比例去混合 混合好了以后 就是我们要的卡士达奶油 这个奶油呢 其实比我们单纯的用 蛋奶油去打发 味道要好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趁热 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黄油 软化过的黄油盖进来 让它充分的混合均匀 这样出来的这个酱呢 这种口感会更加的顺滑 这个时候已经关火了 直接用我们酱的这个余温 去把黄油融化就可以了 然后加了黄油之后的这个酱子 这种色泽呀 更加的明亮 更加的顺滑 这是我们要的最重要的卡士达奶油 OK 这是我们发酵好的面团 发酵的时间大概经过了50分钟 然后呢温度是32到38度之间 现在体积已经温暖了两倍左右 那么在烤之前的话 要在上面刷上蛋液 刷上蛋液 这是全蛋液哈 我们只需要把它搅散就可以了 然后擦上我们刚才吃的苏力 这个苏力呢 是我们经过的冷冻 很结实的 像沙子一样啊 那我什么颜色的面包 就好像对应什么颜色的 所以就OK 好 现在我们的整形工作就完成了 等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就是要进入烤箱 温度是上过180 消化160 时间大概是12到14分钟之间 等一下我们会以整个的形态 来判断它的成熟标准 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办法 界定它的标准的话呢 可以买一个温度计 去插到面包里边 中心温度超过92度 就是我们需要的面包的成熟状态 好 等一下我们就把它送入烤箱 大概烘烤14分钟 我们就可以出炉 OK 好 这是我们烤了13分钟的面包 已经出炉了 出炉以后记得要在上面上震团 把里面的热风气给它震出来 把里面的热风气震出来 这样面包才可置于插线 那我们把它做好了以后 直接拿到网架上给它晾着 现在不要放在烤盘上 放在烤盘上的话 它很容易在下部底部 蓄出来的那种水蒸气 让面包变湿 好 现在我们这个面包就出炉了 等一下我们冷却了之后呢 就把我们刚才做好的卡士达酱 以及我们准备好的水果 把它装上来进行最后的装饰 还有组装工作 OK OK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卡士达奶油线调一下 那这是我们刚才熬煮好的卡士达酱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淡奶油 安加淡奶油 本身我们在打的时候加了5%的糖 本身这里有糖这里有糖 所以这里糖就不用太多了 但如果说这里边你不加糖的话 整个可能调出来的线 味道可能会变淡一点 所以这里我们加了5%的糖 整个的混合的比例呢 是我们用的是2比1 就是这个是2这个是1 假如这里我这里放了300克的淡奶油 所以这里相当的放150克的卡士达线 那如果说也可以想卡士达酱的味道浓一点的话 可以配上1比1 就是它是100克 它是100克 1比1或者2比1都可以的 现在我们来按2比1的比例来做一下 我们在300克淡奶油里边放150克的卡士达酱 我们把它给充分的混合均匀 混奶油就要打到9分发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在这个割开的面包口里边提出来 一定的造型 要维持它的形状 就要让奶油稍微的坚挺一点 这种比较坚挺一点的状态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调好的线 挤到面包里边来 先把一个面包给它纵向割口 我们用手这样捏着两头 然后下面 好 接到这样能够打开的幅度 最后留意一点点不要切断 把我们这个调好的线 挤进来 挤个之后呢 稍微可以带一点造型 不用太多了 它都会比较腻 反正我们挤到奶油之后呢 就可以按照我们的喜好来放一些水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往里边放水果啊 那我们这个紫色的 好 现在我们的水果已经放好了 现在我们要进行最后一做 要给它塞上防潮糖粉 那这样子前的话 我们会搅两个稍微 比这个面包挺稍微高一点的东西呢 去把这个隔山给它架起来 这样它就会接触到上面的水果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 一条一条的形状 好 我们的第一个成品就这样完成了 这个一定要撒防潮糖粉啊 因为我们的奶油啊 还有水果 它都是比较湿的 如果说你放常规的糖粉呢 很容易就化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四个颜色的 网红 软厚 然后我加了天然果树粉在里面 大家可以去上边去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你喜欢的果树粉 比如还有很多胡萝卜粉 然后番茄粉 各种蔬菜 干炸成的磨成的粉 这种颜色都可以加 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这一调整 比例保持不变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四款网红面包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